各位是 大霞跟Ricky Ricky 你們家財務大臣是 財務大臣現在是 大霞在管 就是說那個 一個 一百塊一天 一個月三萬 對 所以我現在在考慮 到底這個大臣 他也想要拿回這個錢力 對 他剛剛一拚到整個 都在考慮 你整個都傻了 那你為什麼會給他管呢 其實我覺得 我們結婚之後 我覺得讓老婆比較有安全感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分母而出盤 對 我負責往外攻 那他在家帶小孩 他也很辛苦 但是我覺得要讓他有安全感 要哭了嗎 要幹人耶 要開始音量情緒了 那所以你是有主動要求說 你要管錢嗎 我覺得是半主動 因為我老公就是一個 錢乃身外之武的人 他有多少錢 他就花多少錢 然後有時候興致一來 來 這一拓要我請 所以你就會覺得 為什麼要請客 等一下有沒有看我們去吃個飯 對啊 大家修一下好了 對啊 然後再來是還有一個很可怕的原因 就是我老公的命盤 跟錢是八字不合的 他只要如果 這種命盤 對 真的 他只要自己單獨帶錢出去 那個錢最好的 你為了管帳這種話 你都講得出來 沒有 其實就是有時候 真的是比較 比較初心一點點 就有時候不小心身上的現金 會不小心花掉 或者是 真的太初心了啦 對… 或者是不小心掉了一點錢 我覺得這沒關係 他就是需要一個貴人幫他管錢 所以就是我 所以他遇貴人 對 OK 對 貴人就是我本人 那妳現在管得如何 就是 先笑妳 什麼意思是 笑妳 笑得不打愛妳 我覺得不錯啊 妳會記帳嗎 我不會記帳 但是就是錢進來之後 我會先把這個月主要的開銷 譬如說房貸 車貸 保險 這種一定得支出的 撥到一個帳戶 因為它會自動扣款嘛 然後再來就抓出 譬如說因為收入比較不穩定的話 我覺得譬如說這個月六萬 那我們的伙食費 可能就要控制在多少以下 然後還有一部分是那個 緊急備用金 就是都不能動的 如果譬如說 這一兩個月真的沒有工作了 可以至少不會餓死 很有觀念吧 對吧 很有觀念 我覺得還不錯 有聽到了 什麼 這至少要有 他沒有聽 他沒有在聽 他只在想那個魔術卡 他只在想那個魔術卡 魔術卡都不見了 但是還想要再收回來就對了 還有一個重點是 因為我會比財 就之前才分享過 我靠了一個股票賺了五萬塊 對 所以可以把錢越賺越多 是不是當然放在我這裡 比較理想一點 對 但是他都沒有出錯過嗎 這幾次館賬 對啊,沒有賠過嗎 其實我沒有去 去細問他的這部分 他不知道 對,我沒有去細問 因為我就是一個信任了 現在在怎麼樣 對 惆悵啊 對啊 那既然這樣 為什麼你三點會去市場賣包子 因為現在 他公啊 三點開始公 他開始公 因為我本身原本的職業是 音樂製作 然後還有配音員 還有回音師 但是這些前... 剛剛講的這些職業的收入 有的時候它是沒有那麼的穩定的 那在小朋友出生的時候 你怎麼看著我講啊 我是有玩意的 沒什麼 但是在小朋友出生之後 我覺得在收入方面 應該要再更多更穩定一點點 就不能... 我不能讓家裡的糧食就沒有了 對 剛剛講的這些職業 加上我原本的賣包子 賣包子現在這個季節 一個月大概有六、七萬 加上我原本的職業 這樣整個月的收入其實是還可以 OK 那你剛剛說配音 你有配過什麼樣的音 配音... 配音比如說像一些品牌 比方說麥當勞 然後一些汽車的品牌 麥當勞 那個講... 那你可以用麥當勞的語... 你配那個麥當勞的語氣 然後念大字報上面的字嗎 聽媽媽的話 週六、週日、晚上九點 一定要看哦 有薯條的感覺 就是你 有薯條飛出來的感覺 就是你本人 對啊 那要用很溫馨的語氣再念一次 聽媽媽的話 週六、週日、週日... 突然熱血 晚上九點 一定要看 我好厲害哦 聽上癮了 很厲害的是我們配音源 或是你知道那種三星 那個思宜的那種方式念 我覺得她的聲音好性感 對 很有聲音 還有磁性 你可以用三星的那種思宜方式 念大字報上面的嗎 好 沒問題 你是不是想 對 可以 第五十五屆金鐘獎 最佳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得獎的是 贏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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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最美麗的主持人 贏真 首先我要感謝我的爸爸媽媽 還有真的 請坐 他真的念得很好耶 很有感覺 他如果用配音源的方式賣包子 有沒有 一個三十五塊 皮膀現罪自衛好 好